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高中物理 惠思同电桥 主讲 实验中学 陈其威老师 课程内容 原理及模拟 立体计算 实验影片 与备注说明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身体的保健 定期测量血压不再是引发足的功课 在许多一般家庭中 电子血压剂已经是不可或缺的医疗器材 而电子血压剂内部的构造其实蛮复杂的 其中包含四个电容式压力感测器 利用惠思同电桥转换成电压的讯号 来测量血压的高低与脉搏的快慢 而这个单元就是来介绍惠思同电桥 它内部的构造 以及它是如何计算电阻的大小呢 惠思同电桥是一种测量电阻的装置 由克里斯丁在1833年所发明 而惠思同则是在1843年改进 它利用简单的原理就能够精准测量代测电阻的大小 双置图如左边的线路图 包含电源、减流剂、三个可变电阻与一个代测电阻 调整可变电阻的大小 让通过减流剂的电流为0 此时的电流I1会等于I3 I2会等于I4 另外当减流剂的电流为0时 B点的电位会等于C点的电位 因此VB等于VC 当然AB两端的电位差会等于AC两端的电位差 而BD两端的电位差也会等于CD两端的电位差 因此I1、R1会等于I2、R2 而I3、RX会等于I4、R4 这里的RX就是我们的代测电阻 又因为I1等于I3 I2等于I4 可以得到R1比3RX会等于R2比3R4 实验时R2与R4的电阻 我们使用一条均匀的电阻金属导线 由于电阻的大小与导线的长度成正比 测量两端金属导线的长度比 可间接求得R2与R4的比值 另外选取适当的可变电阻R1 即可求出代测电阻的大小 实验装置图就像这样 包含电源、可变电阻、代测电阻 减流剂与金属导线 实验时移动减流剂上的探针 当减流剂上的指针为0时 就能带入我们刚刚推导的公式 会是同电桥实验的范例 会是同电桥的实验装置如下图 当可变电阻调整为5欧姆时 金属导线长度分别为48公分比上52公分 此时减流剂的读数为0 则代测电阻的大小为多少 我们带入刚刚的公式 R1比上RX会等于R2比上R4 会等于L1比上L2 我们将数字带入 R1会等于5欧姆 而L1与L2的比值是48公分比上52公分 交叉相乘后可以得到 代测电阻RX会等于5.4欧姆 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要来做惠丝铜电桥的实验 那本次的实验仪器有惠丝铜电桥 直流电源供应器 可变电阻 代测电阻 减流剂 和一些的导线 那我们利用 惠丝铜电桥这一条金属线 那它的电阻值跟它的长度成正比 那透过长度的这个比例的关系 可以知道电阻的比 那我们还知道可变电阻 它的电阻值为多少 那可以测量代测电阻它的大小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惠丝铜电桥的实验装置图 首先是电源流出后分成两路 那我们这边使用电源供应器 流出后与惠丝铜电桥相接 另外一个部分是与可变电阻 和代测电阻相接 调整可变电阻的大小 我们设定可变电阻的值为5欧姆 在惠丝铜电桥上移动 那移动的过程 我们会发现减流剂 以下偏左以下偏右 那我们在当减流剂为例的时候 就代表它们两端的电压 与这两端的电压相等 那我们就可以带入惠丝铜电桥的公式 求出代测电阻它的大小 开启电源 调整伏特计大约为3伏特 接着让探针在惠丝铜电桥上移动 滑动的过程会发现减流剂的值身 以下偏左以下偏右 那我们让减流剂为0的时候 则代表可变电阻与代测电阻 它的电阻比 与惠丝铜电桥上 它的长度比相等 我们探针的位置 大约是在48.1公分左右 那我们再帮同学复习下公式 R1比R2就是可变电阻与代测电阻的比 那L1与L2分别是 惠丝铜电桥左端的距离 与右端的距离它的比 当减流剂为0时 这两个的比值会相同 那我们带入刚刚的实验结果 可变电阻的值为5欧姆 代测电阻的值不知道 L1为48公分 L2为100-48公分 得到代测电阻的值大约为5.41欧姆 我们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 而电阻值R会等于导电系数Low 再乘上电阻的长度 除上电阻导线的截面积 我们将刚刚的数字代入 导线的截面积会等于π2平方 这里的半径我们取0.14乘以10的-3公尺 算出来这个截面积大约为6.1乘以10的-8公尺平方 我们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 代入刚刚的公式 电阻会等于电阻率Low 不要要是多少 再乘上它的导线长度20公尺 再除以它的截面积 得到同的电阻率大约为1.6乘以10的-8次方 与我们在网络上查到 同的电阻率1.72乘以10的-8 欧姆乘以公尺 做完实验简单的讨论一下 会送电桥的实验 第一点是选择可变电阻 调整可变电阻时 尽量让可变电阻与代测电阻的大小差不多 也就是让金属导线的长度L1与L2的比值大约为1 如此可减少测量长度所造成的误差 第二点是实验时要检查金属导线是否松脱 否则只此测量的长度就不是导线的长度 另外电压与导线的选择要注意 电压不可太高 因为金属导线的电阻很小 电压太高会造成电流太大 使金属导线升温而改变电阻值 甚至造成实验仪器的损毁 而连接原件的导线 可选择短一点的导线 因为本次实验的电阻都很小 若选择太长的导线 电阻会增加 也会影响实验的结果 最后比较一下 惠斯桶电桥与欧姆定律测量的实验结果 测量代测电阻值大约为5欧姆 本次的实验结果也与 低电阻线路的接法比较接近 感谢观看